靳强兄以及亲爱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政治评论者胡忠信 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场合 荣幸来介绍靳强兄的新著 共和国之梦 我把我的拜读心得来跟大家分享 有人说历史除了人民是真的 其他内容都假的 小说除了人民是假的 内容是真的 我看了靳强兄这本共和国之梦 正是有同感 它就是以小说体来叙述 1988年以来到2021 台湾的民主化的进程 以及他个人的反攻自省 跟参考心得跟观察心得 英国前所向邱吉尔说 写作就是一种救赎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也认为写作都是一种救赎 他们在从政经验以后都为什么写回忆录 就是追求自我救赎 追求国家的救赎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每一部历史都是现代史 季强中这本书充满着台湾主体性的历史观 具备价值信念 正如法国历史家布劳克说的 不是我在说 是历史在说 他把1988年到2021年的台湾民主化展史 用短篇小说方式叙述 很多我都了然一胸 会心为笑 最有名的小说家 司马辽太郎 就是以小说来重新建构日本历史 当然有人用自传有人用回忆录 那靖强兄是以这个小说体 我跟靖强兄认识来自一 那时候的陆军总司令汤耀明上将 每次他在进行军事演习 一定要请靖强兄跟我去参访参加 而且比如说在九盆基地发射爱国者灰弹 我们两位就坐在他的左右边 然后那些将军们反而坐在后面 为什么 这表示汤总司令对这个靖强兄 他的军事评论的重视 这本书共和国之闷 让我想起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所说的 我是以价值跟信仰来领导国家 这本书虽然叙述了权力 但是也让我们知道政治就是实力 谈实力逻辑感情都没用 因为靖强兄做过台联主席 一定了解政治的实力的本质 以及人性的善恶 当然里面最值得推崇是他跟李登辉 前总统的忘年之交 李总统生于1923年 靖强兄生于1953年 刚好我们两位都是1953年 我们都是跟李总统有30年之差的忘年之交 靖强兄以一个云林县的乡下子弟 到了军校成为作家 而且历任很多重要的公职 显示他在人生进入一个最美好的阶段 过了65岁要开始住宿 名流青史长租名山 一经说 长气于胸 待时而动 我希望靖强兄继续学 继续算术 把他所观察的台湾历史 留下记录 这本书 靖强兄表现的 他不是台上的演员 也不是台下太度戏的观众 他是站在走廊 消防通道上的客观理性的盘管者 记录下来 我期待靖强兄 正如他的续说 他要继续写 一直写下去 我相信他的书会引起大家共鸣 然后呢说 比比剑更有力 这一点 靖强兄的比展现了 比比剑更有力的力道 所以我乐意推荐这本书 也把我的读书心得 跟大家分享 谢谢 祝大家平安 健康 愉快 感恩